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得上班 得雇着上学的孩子 还得买菜做饭 给婆婆和荣虎送去 熬到婆婆去世 我已经筋疲力尽 荣虎说 他妈不在了 他爸一个人孤零零的生活在老家 他不放心 他说完这话刻意停顿了一下 等着我表态 我就是不接枪 当初我跟荣虎是裸婚 回老家过年时公公喝醉了 当着一众惊奇的面说 自己儿子有本事 一分钱没花 就有大姑娘倒贴 我当时不好发作 过后把荣虎的脸都挠滑了 荣虎呢 低声下气地求我 说他爸就是嘴巴不好 但没有恶意 孩子出生后 我们本来指望着婆婆能帮忙带孩子 但公公一个电话打来 说谁生的孩子谁带 老人没义务带孙子 我只好辞了工作 当全职妈妈 那时 荣虎为了多挣点钱 自省调动去一个偏远的城市开拓市场 孩子是过敏体质 每夜都因为皮肤痒 哭闹 看医生擦药都不管用 我每夜都抱着孩子 在房间里晃悠到天亮 连个换手的人都没有 所以崩溃的时候 我也曾经怨恨过 对着荣虎也发过狠 说道 公公对我既然无情无义 以后就别指望我给他养老 随便他 别指望我 我绝对不会管的 最苦最难的几年熬过去了 孩子的体质慢慢调养好了 荣虎调回来升了职 我也找了一份工作 日子渐渐有了起色 偏偏在这个时候 婆婆去世了 公公要来跟我们一起住 我心里千万个不乐意 当夜背对着荣虎睡 婆婆一辈子任劳人员 性格温顺 我跟婆婆处得还不错 但公公大男子主义很严重 大从心底瞧不起女儿 我不喜欢公公 第二天我下班到家 就看到公公已经躺在沙发上 徒子跟着电视里的京剧哼得陶醉 他两脚翘到茶几上 撒了一地的瓜子壳 烟头 我躲回房间给荣虎打电话 荣虎说 我爸连面条都不会下 我不管他谁管他 我爸七点啊 得准时吃饭 你赶紧做饭去 别让他生气 我气得七窍生烟 感情是接了尊菩萨来让我供着 我更气的是 以前荣虎跟我说话时是商量的语气 自从他生了之后 他的语气里总带着一股高高在上的优越感 这种感觉让我心里很不好受 晚饭做好后 荣虎也回来了 我招呼他们两父子和孩子吃饭 然后扭头去收拾锅铲 擦琉璃台 公公呢 重重地咳了一声 吓猫祸什么 还不摆饭盛堂 我愕然 荣虎也有些尴尬 刚站起来准备盛饭 公公一把按住他 凌冽地扫了我一眼 家务活就给女人干 男人瞎掺和什么 我僵力着不动 公公的音量抬高了 还不赶紧盛饭过来 再剁点蒜末 加两勺辣椒 真是 一点眼里劲都没有 这么大老婆的 我想起那年儿子肺炎 我一个人抱着儿子在医院挂号看病 儿子住院也是我一个人 白天黑夜陪着熬 后来我也发高烧 打电话求着婆婆来帮忙搭把手 公公一把抢过电话说 你干什么吃的 连个孩子都看不好 还有连打电话回来哭 先前所有的不满都涌上心头 我觉得心里被虫子咬了一口似的 我咬着牙说 饭就在锅里 你们要吃就自己动手 公公拍桌而起 反了你 竟然敢这样跟我说话 龙虎赶紧来推我 让我先回房间去 公公还不罢休 追过来骂我没有教养 五逆长辈 他越骂越带劲 满嘴 秃鲁赃话 连我当初裸昏不要礼金到他嘴里也变成了便宜美好货 不要钱的婆娘不好使等等等等 我被气得够呛 恨恨地摔上门 我真想不明白 为什么会有这种像泼妇一样的老头 一点素质都没有 过了一会儿 龙虎推门进来 先是跟我道歉 说他爸一辈子就这样 脾气臭 被他妈伺候惯了 让我多体谅 我气得眼泪都出来了 你听听他说的是人话吗 满嘴喷粪 龙虎拉下脸来 你怎么能这样说我爸 他再不对也是你的长辈 公公第一天来 就上演了这么劲爆的戏码 可想而知 后面的日子过得鸡飞狗跳 老头是那种 酱油瓶子倒了不但不服 还得闲挡路 要踢脚的主 他大半辈子都被老婆伺候着 简直成了一个没手没脚的残废 衣服袜子换下随手丢 连贴身衣物都指望着我给他洗 吃饭 他要吃出五星级酒店的待遇 盛汤夹菜 剔鱼骨头 都得人给他弄好 不然就要拍桌子瞪眼睛 我见不得他那副土霸王的模样 不愿意多打理他 刚开始 龙虎还开解我几句 后来他就不能安烦了 质问我 到底想怎么样 他已经没妈了 为什么就不能对他爸好点 盛个饭端个碗 怎么了 古时候的媳妇还得站着给公婆布菜呢 我瞪了他一眼 古时候的男人养家 还养一堆丫鬟做家务 你能吗 我跟你一起挣钱养家 凭什么家务就得我做 凭什么我就得把你爸当祖宗一样供着 龙虎冷笑 就你秤那 撒核桃俩枣的 还不够塞牙缝的 我有一些心虚气短 拼命忍着不吭声 龙虎的收入是我的好几倍 但我已经尽力了呀 孩子还小 得有人照顾 我只能在家附近 找个烘焙店当店员 时间相对自由一点 还能接送孩子 学校里的伙食不好 天天不是豆芽 萝卜 就是煎蛋豆腐 我还得掐着时间赶回家 给孩子做顿好点的晚餐 当天晚上 我蒙的被子大哭了一场 当女人怎么就这么难呢 如果没有我打点家里 龙虎能心无旁骛的 在职场冲刺吗 家里吃什么 用什么 孩子学习好不好 人情来往打点 这些龙虎都不管 为什么他只管挣钱 就以为自己的贡献 大过一天 龙虎也是越来越过分了 他挑剔家里的卫生 搞得不够干净 挑剔饭菜 做得不可口味 挑剔我不给他倒水喝 挑剔我给他盛的汤太烫 每次 我让龙虎做点什么 龙虎就一个剑步冲过来 阴冷的盯着我说 做家午是女人的本分 我已经快被他闹得神经衰弱了 从前离得远 如今婆婆一去试 一切都乱了套 我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 自从龙虎来后 龙虎就像变了个人似的 以前他跟我一块承担家务 如今的家务活 他是一丁点都不肯沾了 还意味着偏瘫的霸 我真希望这是一场梦 梦醒了 婆婆还在 公公也回去了 我甚至阴暗地想 为什么生病的 去世的 不是作天作地的公公 而是老好人婆婆 难道真的好人不长命 我重新画了一份工作 需要经差应酬出差的销售 收入呢也涨了一些 我给孩子报了一个碗托班 下午由托班老师 接孩子还管饭 我心想 公公真是白眼狼 好吃好喝共振 也没讨得他一个好脸色 从来不肯帮忙借一下孩子 给万人一点钱 人家不但帮忙借孩子 还管吃管喝 管辅导学习 钱真是好东西 能解决生活中大部分的难题 龙虎很不满 质问我到底在闹什么 他说 我的新工作 雇不上家 谁给他爸做饭 我说 我 一不是他老婆 二不是他儿子 找我干嘛 我们吵了一场 我不肯辞职 最终龙虎给的爸 找了一个终点工作饭 过了几天 公公掀了饭桌 因为终点工作的饭菜 不合他的口味 他还怒声喊道 我就是要让他看看 这个家到底是谁 在当家做主 我知道 他这话 是说给我听的 我没理会老仇子的 这个吸睛反应 拉着孩子出去吃 让龙虎自己收拾餐具 晚上龙虎提出 要我多把精力放在家里 钱他来挣 因为他爸那臭脾气 已经气跑了 好几个种点工了 没人乐意伺候他 你要是愿意 将公子卡交给我保管 我可以考虑 他自然不愿意 我们的冷战越来越多 他甚至独自搬到书房睡 用冷暴力和不碰我 来要挟我 想逼我就范 得知龙虎 在外头有女人的那一刻 我竟然觉得 既是意料之外 也是意料之中 自从他生殖后 他就飘了 我要离婚 谁劝都不听 容虎抱怨的说 都怪我不够贤惠 对的爸不好 他夹在老婆和老帕之间 所以压力太大 才被人趁虚而入 我难受的说不出话来 以前我雇的家里 他嫌弃我不会挣钱 如今我能挣钱 他又嫌弃我不雇家 要求这么高 他咋不上天呢 他要是什么都能干 还轮得到他来娶我 以为是公公来家里 影响了我们两个人的感情 如今我才发现 公公的到来 不过是让容虎提早露出了真面目 他的骨子里跟着父亲一样 骄傲自大 公公对他的影响 早已在日常生活中 潜移默化的 已经植入到了他的内心 从前他穷 为了娶我 才夹着尾巴讨好我 如今他事业刚刚有一点起色 便不屑于再掩饰自己 婚到底是离了 公公和容虎不让我带走孩子 除非我愿意精神出户 我争不过他们 房子和孩子归容虎 只给我补偿了一些钱 临走前我对孩子说 不管别人说什么 妈妈永远都爱你 你好好学习 等着妈妈来接你走 我郑重歧视地跟孩子拉钩 孩子红着眼睛 眼泪憋在眼眶里说 妈妈你说话要算数 我的眼泪差点滚出来 离婚后我没日没夜地挣钱 白天上班 深夜做菜 拍下美食视频上传网站 那几年里再难再苦 我都没有退缩过 但每次接到孩子的电话 我都要哭一场 我能怎么办 没钱就没有说话全 我只有逼自己 挣够独立自主的资本 才能把儿子要回来 我做的菜 都是用家乡山里的土特产 为原料的 正好赶上了城里人 追求绿色有机 无污染食物 又遇上了短视频的风口 我的美食号渐渐有了起色 刚开始做菜 拍视频 后期剪辑 都是我一个儿 后来又请了扳手 有网友给我留言 问我怎么才能买到 我视频中的食材 我便跟以前的同学联系 我负责卖 在老家的同学 负责供货 一边做视频 一边带货 卖货 形成供销一条龙 经过我的炮制美食 这一步啊 连广告费都免了 我辞了工作 专心做美食 视频号 有时还带着自己的小团队 专程飞回老家 让网友看看我的食材 是如何加工出来的 没过多久 我又接到了厨具 调料等广告 随着耗的壮大 我的收入也蹭蹭的涨 长到我有底气 过好自己的日子 有一天 容虎来找我 说他最近遇上事了 能不能将孩子送过来 我知道 他后来再婚 二婚妻子 既容不下孩子 也时常跟他爸吵架 我早就想把孩子接回来 我知道容虎尽管混蛋 但对孩子还不错 就一直忍着 当初我不愿意 净身出户 争孩子 是因为争了孩子 我也未必能养活 我暂时放手 全身心的投入工作 如今才有资本 跟容虎抗衡 即使他会来找我 我也要找他要回儿子 容虎说 他爸生病了 癌症 他顾不上孩子 要把孩子送过来 我说可以啊 但是呢 孩子要满十岁了 愿意跟我的话 就必须变更抚养权 以后换他支付抚养费 容虎呆了呆 我们之前有必要这么见外吗 你跟过去真的不一样了 我扯着扯嘴角 离婚夫妻何必再叛交情 我跟过去当然不一样 钱就是女人的胆 没钱 再遇上一个不厚道的男人 腰骨都塌得直不起来 如今的我 再也不用养他鼻息过日子 容虎张口跟我借钱 他说他爸那病就是无底洞 妻子闹着离婚 房子也抵押贷款 他实在是求借无门了 这个自从生殖后 就在我面前不可一世的男人 终于低下了他高傲的头颅 我说我会考虑 第二天下午我忍不住 跑到儿子的学校 接他去吃饭 以前我要是私自去见儿子 容虎会大发脾气 但这次 他只是讨好地说 祝我们玩得愉快 席间儿子忧心忡忡地问我 妈妈 为什么爸爸说你穷得只剩下钱了 我愣了一下 我从儿子口中得知 前公共生病后 容虎马上跟二婚妻子协议离婚 把房子过户到 他和二婚妻子的孩子名下 他还在网上发起 重疾募捐 已经收了二十几万了 他掉头又到我的面前 哭穷借钱 也许他觉得儿子还小 谋算这些时 他根本没想过避着儿子 我被容虎的无耻和算计 惊得目瞪口呆 他算得多近啊 他知道我对过往亦难平 细细念念想在他面前扬眉吐气 他给我这个机会 故意在我面前示弱 想算计我的钱 即便我已经挣得比他多 他依然打心底里 比仪我 瞧不上我 过了几天 容虎将儿子和行李送来 我这次不提借钱的事 容虎主动提起 我推说最近资金 流转得有点困难 帮不上忙 容虎的脸色有些难看 他欲言有止 小玉 我已经离婚了 我爸生病了 也不知道能活多久 咱们也没啥大矛盾 你看咱俩还能复合吗 我去叫一声 不说话 他叽叽地说 其实你就是太要强了 你说你一个女人 这么拼命图什么 我冷笑 我这么拼命 就是为了摆脱你这种懒的男人 容虎脸色发青 对我怒目而视 观赏门 将所有关于他的过往 都切断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ND 您会成功 男我知道 男人 爱舞 男人 女朋友 我们 妻 女朋友 店 女朋友 她 õ